求生成成卷 生命殿尸 慈悲放眼 独求 接下来请收看 谷体系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诫Sir Gezure 山泰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against 記載了後的 配合這個故事 所以叫做法國的經 就是收集 佛道所教的法務 就要一句一句 還有當時佛道的地主 或是當時所發生的這個人 跟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跟他學乎的這個記載 讓我們後面的人都可以來學習 所以有這樣的故事 讓我們就是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就進入 這個第五品的第六十八個法句 那這裡就談到善業 所以這個余品裡面 雖然頭前都說有惡劇 就有惡報了 現在開始這句就是在說生業了 所以我們學佛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都不喜歡聽到說 我們有什麼惡報或者怎麼樣 實際上這些都是我們人容易犯的 那實際上我們說的這個業 也就是我們所做的行為 就是一種業 所以說我們身體所做的動作 拿東西 如果拿東西拿到我們自己的 或是拿東西幫助人 這就是生業了 這就是我們身體所做的 不是我們的 我們就親切同拿 這就是惡業 這就是惡業 所以這個業就是 經過我們相久所做的 就是生業 如果說我們經過口所說的話 就是口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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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講的話 如果是正確的 是如法的 對人有利益的 那這個是善語 就是善業 從口所造的善業 那如果我們造的是傷害別人 或是講的是不真實的 扭曲事實的 那這樣子就是 從口來造的惡業 那我們心裡想的是不好的事情 那或者是有 就是造成人家的傷害 那這些都是從意裡面所造的惡業 所以從我們的這個 這個 生口業所做的這個行為 他的這個幫助的利益 都是叫做生業 或者說是對人有傷害的 那就是惡業 所以我們說的這個惡業 實質就是我們所造的這個行為 所以我們要得到這個生業 我們一定就是要有這個生因 可以得到這個生業 所以在法句經裡面的 第六十八句的法句 就談到的是善業 所以說這個業有生 不是說一定是只有惡業 有好的事情 這也是就是生業 所以業的本身呢 它是要看我們所做的是好的有利益的 那就是善業 有傷害的就是惡業 所以我們就是要 關照我們的這個起心動念 跟我們的行為跟語言 它是什麼樣的性質 那這裡談的就是善業的部分呢 就提到了是說我們基本的 所受到善業的影響 善業是照做之後不會後悔的業 我們做了一件事情 那都不會後悔 就是應該就是說 我們說我們所受到這個抱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就是覺得就是痛苦 那所以說善業是接受夜抱時滿心歡喜的業 是這樣 所以不會後悔的業是我們因為承受的時候 我們很清楚說我們做對了 所以這個夜抱的時候 我們是滿心歡喜的 所以說這個善業的我們做路 我們就是得到的都是歡喜的心 我做這件事後 在受到這個劇步的時候 我們都是發歡喜的心 所以這個應該是在受抱的時候 才會最清楚的 所以有一個人如果他去做惡業 他當時做的時候 他為了要達到他的目的 那可能他做的是惡業 他傷害人可是他自己很高興 或覺得說他應該是這麼做 可是如果他承受到惡抱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就痛苦了 所以那個就不是善業 可是如果是善業的話 就是他做的時候沒有後悔 那他受到的這個果報的時候 他也會覺得說真的還好我當時做對了 我當時做的是善業 所以我現在的這個抱是覺得歡喜人 就是他一定是會得到這個善業的這種回報 那在這裡我們就看法劇經裡面的故事 所舉的就是一位信仰堅定的花匠 那這個人 那這個人他的名字叫做虛馬納 他每一天都要供應平婆梳樓王這個茉莉花 那這表示說他是種花的 那他種很多花 他大概就是整個 這個都是花園 就是種滿了這個茉莉花 而且他就是固定的工作 就是每一天都要提供給平婆梳樓王這個茉莉花 就是皇宮啊布置啊 我們到了印度啊就會看到很多 這個把茉莉花就串起來 串一圈圓圈啊或是串一圈花環啊 都是去放在佛前啊 或者是供養在他們的這種尊敬的神前啊 或是就是供養給他喜歡的人啊 那這個是很香的 所以這個蘇瑪那呢 他是這樣的一位 應該是國王王公特定的一個這個花匠 那有一天呢 他就是帶著這些花要去皇宮裡面 那在路上的時候呢 他就遇到了佛陀跟比丘們 正好就是進入這個城裡面要去脫波了 那他看到佛陀的時候呢 他心啊馬上就非常的歡喜啊 所以他就是產生了一個很強烈的這種心意 要把他要拿去皇宮的這個花呢 就轉來供養佛陀啦 所以他當時呢 他就決定就是不管啊 他這個花 他沒有拿到皇宮去 就是給國王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置啊 因為這個是他的責任啊 那或許他會被驅逐離開這個國家啦 或者是被殺害啦 因為他當時覺得說 哇看到佛陀這麼殊勝的機緣啊 要趕快把握啊 所以呢他當時呢 就把他就是帶著的這一些 這個茉莉花啊 他就全部呢 就用這個最虔誠的心啊 就供佛了 就供養給佛陀啦 然後佛陀呢 跟這個比丘們啊 就接受了他的這一些的茉莉花的供養啊 那就哇這個花團景處啊 就進入這個城裡面啊 那城裡面的這些城民啊 他們就哇很多人啊 就是城堅上百的人都出來啊 就向佛鼎禮啊 或是問訓啊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須馬拉呢 他就非常的歡喜啊 他覺得說哇 真的耶 他有這個機會 能夠把他的這一些花呢 來供養佛啊 那當時呢 他的這個太太呢 就非常的害怕 所以他們到了這個皇宮裡面呢 應該就是禀報 禀報國王啊 說啊 他把這個花呢 就供給佛陀了啦 那這個 這個須馬拉的這個棋子啊 當時就很害怕的說 啊 須馬拉呢 他把 應該送到皇宮的這個茉莉花 供養佛的這件事情呢 跟他沒有關係啊 也就是說不是他的意思 因為他太太就是怕說會被國王處罰嘛 所以他就趕快撇清說啊 跟他沒有關係啊 都是完全都是須馬拉他自己的意思啊 結果呢 這個事實上呢 這個貧婆娑羅王 因為他是信佛啊 他是跟他的這個夫人啊 就是維提西王后啊 就是我們讀那個 這個官無量壽經啊 裡面十六貫的維提西王后啊 這個貧婆娑羅王 他就是因為信佛 然後後來他的兒子就是阿哲世王 就是要侵占王位嘛 那把他關起來的這位國王啊 那這位國王他是信佛的 所以他當時呢 就很高興說須馬拉能夠呢 把要帶到皇宮的這些的茉莉花 轉而供養佛陀啦 所以呢 國王呢 也就非常的高興 就覺得說蘇馬拉做得很好啊 因為這樣子 正好呢 可以來供養佛跟更多的比丘啊 那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呢 反而是國王呢 就非常的高興而賞賜 這位蘇馬拉 所以佛陀這樣子的受供啊 這個蘇馬拉呢 就是有很大的功德啊 那國王也歡喜啊 所以國王呢 也讚嘆說蘇馬拉對佛陀的這樣子的一個 虔誠的心啊 而且 也讚嘆說蘇馬拉能夠 當時 不管他自己的這種 生命的安危啊 就直接呢 就去把鮮花來供養佛啊 所以國王呢 對蘇馬拉呢 反而是很大的這樣的一個讚嘆啊 而且給他 就是給他一個獎品啊 所以這個部分呢 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一個花匠啊 他的地位應該是很低的 那他可以自己做主說 要把佛 把這個花供佛 那這個部分呢 主要的應該是在 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是蘇馬拉的一個 對佛的虔誠的心啊 所以在這裡特別 談到的這個善業啊 主要的是蘇馬拉對佛的 這個恭敬心 跟要供養的心啊 所以他決定這麼做 就覺得說 有一個智慧判斷啊 應該要供佛 所以他是冒了很大的危險 可是他的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呢 就是在佛陀的地址裡面啊 這個毆難尊者啊 他就請問佛陀 說哦 那像蘇馬拉他這樣子 能夠勇於把花供給佛這樣子的一個 供養的功德啊 會有什麼樣子的好處呢 那佛陀就告訴毆難說啊 這個蘇馬拉就是他供佛的時候呢 就是把他自己的這一些的這種 可能遇到的這種災難啊 處罰啊他都不顧了 而就用鮮花來供養佛啊 那他呢會得到的善報 就是不會墮到惡去啊 就是四種惡去 那我們通常說的六道裡面啊 就是人、天、或是天跟人啊 是屬於善道 那因為他還是可以有福報 是天的 是長壽啊、安樂啊、福啊 那人的話 因為還有自由的意思 可以去學習去調整改善自己啊 可以提升自己啊 那四種惡去呢 就是奧修羅啦 地獄、惡鬼、畜生啊 那叫做惡去就是因為 他墮到這個部分呢 這樣奧修羅 他雖然是跟天 有一樣的就是這種福報啊 可是呢 他奧修羅呢 就是他的嗔恨心很強 所以他喜歡呢 就是對立 他就跟天對立 都要跟天打仗 所以呢 他就是非常的 這種心呢 稱恨 就是充滿 那地獄、惡鬼、畜生呢 他所受的苦呢 就很重啊 所以地獄 就是 常常要受到這一些的 這種煎熬的苦啊 那畜生呢 就會被宰割的苦啊 他會被驅趕啊 那惡鬼呢 他吃不到 那所以 這些呢 都是 我們 就是 看得到的這種惡 的這種 的一種 去 叫做 他所 弱到的這種 生 的這種狀況啊 像我們生的是人啊 那如果 一個人的 這個 這個 壽命的時間是有限啊 那 等到這一期的生命 結束的時候 那他會 生到天或人 那就是生到三道 那如果 生到 地獄、惡鬼、畜生 阿修羅 那就是惡道 那稱作 去的話 就是 因為他趨向 那一道 所以又叫做 惡去 所以 當時呢 佛陀啊 就是 告訴 歐難說 這個 這位 這個 蘇馬那呢 他因為 能夠 決定 要供佛的 這樣的一個 堅定的善念 所以 讓他呢 能夠 成就 他的善業 而 不會 墮到惡去 那就表示 他會 生到人 天啊 而且呢 他也可以 止息 生命中的 苦痛啊 那這個部分呢 讓我們 可以去 體會 就是 一個人 他在一個 行為的 決定的時候 是善跟惡 是很重要的 那 蘇馬那呢 他所 做的決定 就是 善念的 一個 行為 就是 他看到佛 他就 滿心的歡喜 然後 他 覺得應該要去 供佛 堅持這樣的一個 行為 那所以 這是 蘇馬那 他自己 可以說 堅定 他的信用 啊 決定說 要供佛 所以他就有說 他要 拿去 這個 皇宮的 這個火 去供佛 這樣就是 得到這個 神業的 這個 神果 就是 他後面 就不會 退路 這個 惡道啊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 決定呢 最主要是在於 他的 保握 看到佛陀 神奇的 神奇的 恭敬心 有這樣的 殊勝因緣 他能夠 把握住 這樣子的一個 抉擇力啊 所以 這個是 善業的最根本 就是能夠有這種 堅定的心念 好 那 我們在 這個 法聚經故事裡面 前面所講的 也有 惡的部分 也有 無明的 部分 那 尤其 在 這個 麻風患者 他 當時聽到佛的 說法 他是一個 麻風病患啊 可是他當時聽了以後 他也是起了正念啊 他也不會覺得說 他是因為 身體有這一些的缺陷啊 他就 放棄 學習 或者是聽聞佛法 他就 不信啊 他反而是覺得說 這個是 生命的真理啊 那他還是可以起信心啊 所以他就可以生到 刀立天啊 可是他過去是因為 他是 無明啊 所以 他 打了 這個 聖者啊 所以 他就受到惡報 所以 其實上 在這一些的這種 很淺顯的故事的行為裡面啊 因為 如果我們普通的人 我們也看不到這一些的 因緣國報啊 那因為是在 這個法劇經啊 佛陀所 教導的這一些的故事裡面 是透過佛陀的智慧啊 所以才能夠讓我們知道 有這樣因跟果啊 那 世間的人看不到了 就以為說 那沒有的話 那可能他所造的就 容易做的是 無明 是惡業 那受到惡報的時候 他就會 好像很痛苦啊 那 所以 在這樣的一個 故事的學習啊 還是 要讓我們知道一個 根本的道理 就是 善因 是善果 那我們要得善果 就要種善因啊 所以這些 癮 是我們講說 學佛 要修行啊 實際上 也是從 這樣子的基礎做起 所以說 學分 我們 其實也是 宣教說 我們的 心口義 三業 三種的 這個 行為的業 我們要注意 說 我們這個 要三種旅行 要稅離 我們所做的就是因 所以 可以有這個 神因 到有這個 神果 要得這個 神果 也是要 正這個神因 聽起來 也是說 很基礎 不過 我們也是 要有這個心 要清楚 不可以讓 判斷 所以要判斷 才能夠做正確的行為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要 從 神口義三業裡面 來關照 我們的行為 是屬於善因 才會有善果 那善的業 造成善果 那惡的就是會造成惡果 那這樣子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那也是要從平常來實踐 那我們也來回向我們學習的功德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圖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圖苦 若有見聞者 稀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國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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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狗狗好可愛哦 但是沒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愛 你可以選擇狗狗的品種 但是不用選擇的是牠們的中心 牠們缺的是一個機會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們 也渴望您的關懷 需要您的幫助 台灣救狗協會邀您一起 護持救護養護流量狗 畫播賬號 50016766 50016766 中心 自歸一方 當願眾生 深入鏡頭 只會入海 自歸一色 當願眾生 同一切無蝸 同一切無蝸 一切無蝸 一切無蝸 何難生無蝸 飲食時思維 願我看見友情現在和未來的所有苦 感受他們的飢渴 願一切友情享受波日智慧的 純正大樂甘露 所以我們吃飯一定要想著眾生 哎呀他們沒有飯吃啊 所以我們要對他們施死 而且他們施死得到這個甘露的時候 吃到的叫大樂甘露 馬上升天升淨土 有時候各位 你不方便把食物拿出去沒關係 就是你在吃你就要觀想就對了 你在吃的時候這個味道 他們都吃到了這個 離開饑渴 而也得到真實的甘露這樣 那如果你方便能夠拿一些出去 那還可以結更多的圓 這個比較重要 那是個人的 是個人的 從小平 看到嗎 這是給你 我自己的說話 什麼的 都很少 從小平 是 我們 先他們 知道 因為 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